这是印第历史上最变态的绑架案 18岁少女被囚地下室长达20年 被侵犯次数高达3000次 怀孕期间依旧被拳打脚踢 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生下了4的孩子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女孩的亲生父亲 这样一部丧心病狂的影片 居然是真实事件改编 父亲老王就是这个家的皇帝 不允许任何人违逆他的旨意 但家里出现了一只小野猫 他们最小的女儿安娜 安娜不顾父亲的反对 晚上偷偷跟男友去参加派对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看着女儿跟野男人亲亲我我 老王怒火中烧 把安娜狠狠责骂了一顿 父亲强烈地控制欲让安娜非常反感 决定18岁后离开家去环游世界 没想到这些话被门外的老王听到 他打开尘封已久的地下室 打算驯服这只不听话的小野猫 这天趁着家人外出 老王让安娜帮忙搬个东西 可到了地下室后 父亲居然打开一道他从未见过的暗门 单纯的安娜没有多想 跟随父亲走了进去 结果安娜一进去 老王直接将门锁死 这地方隔音极好 任由安娜怎么呼喊都没用 打开刚搬进来的箱子 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日常用品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父亲囚禁了 安娜尝试过破解密码 但输错三次地下室就会断电 唯一能输送氧气的排风扇 也会随之关闭 女儿失踪 母亲选择了报警 警察上门调查 却被老王三言两语打发走 第四天 老王终于出现 安娜趁其不备把她撞开 拼命向外逃 没想到外面还有一扇密码门 她被薅住头发往回拖 随着铁门关闭 等待她的是惨无人道的伤害 安娜怎么也想不到 父亲会对她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 这天是安娜的十八岁生日 老王带来一个生日蛋糕 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 是一件性感的红色长裙 逼迫安娜将其换上 并告诉她 必须学会付出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转眼一年过去 安娜怀孕了 老王扔给她一本孕育相关书籍 让她自己学习如何分娩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生了 但她独自一人被困在地下室 只能自己尝试分娩 好在没有出现意外 安娜和禽兽老王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可孩子只能留在地下室抚养 女儿一天天长大 而安娜也早已麻木 不再反抗 因为她又怀孕了 为了给孩子好一点的生活 安娜不得不满足老王的各种变态要求 从而换取一些生活物资 这天老王搬来一台电视机 孩子们终于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由于地下室空气稀薄 大女儿患上了严重哮喘 安娜祈求老王带孩子去医院 但老王根本不在乎孩子的死活 随便扔了点大人吃的药给她 可这些药根本不适合孩子吃 老王却是不关己地离开了 这几年男友始终没有忘记安娜 还在四处打听她的消息 母亲也惦记着失踪的小女儿 想找个私家侦探调查 却遭到了老王的强烈反对 或许是为母则刚 在老王的霸权镇压下 母亲第一次跟她吵了起来 甚至扬言要自己出去挣钱 雇人帮忙找女儿 老王没想到妻子敢反抗 追了出去 这时姐姐看到老王落下的钥匙 悄悄溜进地下室寻找线索 却被老王发现 训斥一顿后赶了出去 一强之隔的安娜 再次与自由失之交臂 几个月后 安娜又怀孕了 而地下室根本无法再养第三个孩子 安娜只能求父亲将孩子带上去 老王为了打消妻子 寻找安娜的念头 最终同意了 一天早上 母亲在门口捡到一个婴儿 墙堡上有安娜写的亲笔信 母亲抱走了孩子 却忽略了墙堡下还有一张纸条 而这张纸条被老王看到了 安娜再次受到了红群羞辱 这部片子你不敢看第二部 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女孩被囚禁地下室20年 作案人竟然是她的亲生父亲 安娜被囚禁的第14年 她怀上了父亲的第4个孩子 大女儿已经13岁 出落的亭亭欲立 老王看她的眼神逐渐变态 安娜警惕地将女儿拉到身后 警告她别动自己的孩子 这天下起了大暴雨 雨水渗入地下室 安娜发现顶上是松动的 挺着大肚子爬上柜顶 开始日夜不停地挖 终于挖出一个洞 然后用手电筒发出求助信号 恰巧被经过的人看到 可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老王 老王瞬间暴怒 冲进地下室 对安娜一顿拳打脚踢 丝毫不顾及对方怀有身孕 这也导致孩子没能保住 被囚禁的第18年 孩子们进入了叛逆期 他们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 认为是母亲犯了错 才导致他们被关在这里 安娜崩溃地打砸东西 她的绝望又有谁能懂 被囚禁的第20年 某天大女儿哮喘发作 这次格外地严重 安娜不断请求老王带女儿去医院 甚至还喊出了20年 曾未喊过的父亲 老王最终松了口 安娜路过门口时 看了一眼熟悉又陌生的家 她明白 现在给女儿看病 才是最重要的 好在女儿被抢救了过来 安娜想趁上厕所的时候逃跑 但老王不让她去 她只能假装打翻水杯 趁老王去拿新表格的时候 快速冲向护士和警务人员 禽兽父亲终于被逮捕 安娜和孩子们得以重见天日 20年未见的男友 如今也成了中年大叔 但她始终守着对安娜的承诺 拉着她的手一起环游世界 两人骑着摩托奔向了远方 电影到此结束 影天地老女孩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现实中的女孩11岁就被侵犯囚禁 在仅仅十平方的地下室生活了24年 期间更是生下了7个孩子 我们无法想象 他们逃出生天后的经历 伦理道德 舆论压力 将是压在他们身上一生的枷锁 导演给了影片一个堪称美满的结局 也是仅能给予受害者的温柔和善意